Hello 大家好 我是Kiden 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其实这段时间我也试了不少的护肤品 但是感觉慢慢的现在不是由夏天变到冬天了吗 然后我就觉得我皮肤的状态变化其实特别快 所以这段时间呢就很难挑出来那种 就非常适合我的护肤品 所以今天这一支近期护肤品爱用的视频呢 产品虽然不多 但都是这段时间我非常喜欢的 然后千挑万选出来的产品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视频咯 今天的护肤品里面呢会有一些PR产品 所以我就把它先放到视频的最开始讲好了 那这些PR产品呢都是Lifecote Boutique 给我寄的这个旅行懒人包里面的护肤品 那他们家的这个旅行懒人包呢 主要就是针对的冬天 如果你有出门旅游的计划的话呢 那它里面呢就包括了冬天护肤的全部基础的步骤 然后主要针对的呢也就是保湿和维稳 那这个套盒呢它是价值170加币 然后卖120加币 它的里面呢包括了晚安粉 洁面粉 还有七张提亮的面膜 然后还有眼霜 发膜 lotion 还有手油 然后以及一个avocado的面霜 还有一个纯码油的那种oil cream 那与此同时呢 他们家还有满额赠的活动 只要你消费满80元的话呢 会送四样产品 那基本上呢就相当于你买了这个护肤套装之后 还会包括了四样一个40片的面膜 一个眉笔 一个洗脸刷和一个燕窝面膜 因为这个套盒里面的东西呢 包含了所有的护肤步骤 然后针对的问题也是比较基础的问题 那如果你在冬天有要出去旅行的计划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套盒还是挺值得考虑一下的 接下来的这两个我要介绍的单品呢 也是从它这个套盒里面挑出来的 这两个单品确实是挺让我惊喜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Skin Food 他们家的Avocado Cream 顾名思义嘛 它就是牛油果的一个面霜 我发现好像这一段时间 就是牛油果的东西特别的多 也是因为牛油果它自己本身 含有很高的果脂 那果脂呢就是水果的脂肪吧 你们就这么理解好了 那牛油果里面含的果脂呢 它就有很强的保湿锁水的功能 那这个cream呢 我比较喜欢它的一点 首先是它的味道 然后它是那种奶香奶香的 有一点点牛油果香的味道 就不是那种纯粹的牛油果 我觉得牛油果本身其实挺腥的 我觉得我特别佩服的一种人 就是生吃牛油果的人 我妈就可以做到 我觉得我真的不行 我觉得牛油果这个东西 就是你把它抹在面包上 或者是你把它做成酱 就是做成一切 只要不是生吃它 我觉得都很好吃 但是你只要一生吃它 我就觉得它自己本身 其实还是有一点那种牛油果的腥味的 所以真的我就特别佩服那种 可以生吃牛油果的人 那除了它奶香奶香的牛油果香之外 它的质地也是这种 比较滋润比较油润的感觉 我一开始用它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它是那种比较厚重的面霜 但其实你涂到脸上之后 它里面是有一定的油分的 然后你用完了之后 你会觉得脸很亮 就是有一点点水油 水油的那种感觉 然后但是呢 它又不是特别的厚重 就不会像冬天的那种 就是我们涂得特别厚的那种面霜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我近期 比较喜欢它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冬天嘛 就是你没有必要去涂那么厚的东西 就算我是干皮 我觉得涂太厚太滋润的东西 也有点太早了 但是呢 我的脸现在也已经要开始补充一些油分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季节 就是没有那么干 然后又没有说 还是像夏天那样子潮湿 这种季节呢 我觉得用这个面霜 就感觉特别的好 这么大的一个面霜 才278加币 也就是说换成美金的话 它会更便宜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可能日韩的产品 就是这点好处啊就是确实能找到一些物美价廉的东西 那接下来的这个码油 就是我曾经在超市里 无数次与它擦肩而过 但是我就感觉我 如果说它没有人给我寄皮亚产品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去用这个东西 就听起来就很神奇 那其实码油本身这个东西啊 它很早在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过 那它主要是用于治疗手足干裂的 也就是说它滋润的程度特别的好 那这一罐码油呢 它就是纯的码油 然后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它里面就是这种跟辣一样的感觉 你把它换出来之后 你们看到吗 它真的就是那种辣油的感觉 然后推开了之后就是特别特别的油 然后它自己本身的话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油脂的味道 但是一点都不会腥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感觉 它这么干啊 所以就肯定不是能够用在脸上的 就除非你的脸遭受到了什么创伤 要不然的话你真的不要把它随便用在脸上 其实现在也没有很干 但有时候会有风 吹了风之后呢 它吹到你的皮肤上 然后你的皮肤就是会有一块两块的那些地方 就是干裂 那个地方就会又痒又干的 然后整个胳膊可能都是好的 就只有那一个地方是那种就是干裂 然后又痒又干的感觉 这种时候呢 你把这个马油局部的涂到你的身上之后 感觉一瞬间就是特别的滋润 特别舒服 但是因为你们也看 就是我刚刚把它推开之后 整个手就是特别特别的油 所以你如果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的话 我会拿纸把它擦掉 擦掉之后 就上面那层油没有了 但是你的皮肤会感觉整个就是外面被一层 怎么说呢 油纸包裹住了 看起来就滋润了很多 就你刚刚干裂的那个地方 就会感觉油润油润的 但是这个东西它真的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油 所以你真的不要指望就是说你 它自己就能够吸收进去 满油这个东西真的还挺油挺厚的 我觉得你把它涂到你需要涂的位置之后 还是得把它擦掉 要不然的话就是 它会一直在那个地方 就一直油在那 然后这个满油的话呢 就是Levcote Boutique 它的那个网站上是没有卖的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像大洞华或者Hmart之类的去看一下 PR产品呢就是刚刚那些了 然后接下来的所有产品都是我自己套钱买的 然后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 首先第一个就是已经被我近期用到空瓶的水磁场面霜 首先这个面霜呢 它是一个包括敏感皮在内的所有肤质都可以用的一个面霜 让我一直特别喜欢Believe他们家的面霜 然后我本来以为今年冬天 我依旧要靠Believe他们家度过这一整个冬天 结果没有想到半路杀出来一个clinic 它是我当时在Svara的那个订阅盒子里面收到的一个产品 它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呢是芦荟 那芦荟里面呢就包括了维生素ABC还有E 还有很多种氨基酸 那这些成分呢就是我们皮肤平常最需要的 然后也是最基础的营养成分 其实我本来是想留下来一点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 结果就真的是没有忍住 它是那种透明的粉粉的质地 你把它涂到手上之后呢 感觉会有一点点像就是浓稠版的红腰子 也正是因为它的这种质地把它涂开了之后呢 是那种很水润很轻薄的感觉 这个水磁场呢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好 就是你把它刚涂到脸上之后 其实你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 然后我一般都是晚上在用它 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 哇就真的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就你洗脸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脸上有一层那种 很光滑的那种膜的感觉 然后你拿水洗了之后呢 它就会洗掉 洗掉之后你再去摸你底下的那个皮肤 就真的是和波勒壳的鸡蛋一样 特别特别嫩特别特别滑 用它的那段时间 我每天早上睡醒 会有一种很期待的感觉 所以它的效果不是说 你刚涂上去之后立马就能感受得到 而是一晚上的休息之后 它在你的脸上沉膜 然后第二天早上你把它洗掉 你的皮肤真的就是那种 很水润很饱满的感觉 然后呢你们看它名字也知道 就是它是号称可以保湿72个小时 我没有尝试过那么久 但是呢保湿一整天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这个面霜和我刚刚前面说的 那个avocado的这个面霜 它们两个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这个里面是有油分的 然后这个里面就几乎是一点油都没有 它是通过保湿剂来保湿的 所以呢它其实可能会对油皮更友好一些 那我之前做功课的时候呢 也发现就是有一些干皮的美子 然后会说觉得它里面的油分不太够 所以保湿力度会相对来说差一些 我其实也是干皮 而且是那种非常非常干的干皮 就讲句实话 我觉得我用起来真的效果非常的好 就完全不会觉得它不够滋润 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现在生活在长岛嘛 所以其实空气的湿润程度还是挺高的 刚好也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有时候真的你去挑选护肤品的时候呢 也是要根据你所在的城市 然后你所在的那个地方的空气的滋润程度 然后来去决定你的护肤品的诉求的 接下来的这个呢 它是一个八小时的护发精华 它的话呢 是我之前在SFOR打折的时候买到的 因为我等一下真的是要狠狠的夸它 所以呢我就准备把它最明显 然后也是我使用下来唯一的一个问题 放到最前面跟你们说一下 它真的是我目前用过的效果最好 最好最好的一个护发产品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用量特别的大 就你们别看我这么大一瓶啊 我其实最近有点懒都没有怎么用它 距离上一次打折才多久 我就已经把它用的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所以它最大的问题真的就是用的非常的快 这一瓶的话是55美金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天天用的话 最多也就能用一个月 我简单的说一下它的成分 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 是鸢尾根的一种提取物 那这种提取物呢 可以全面的覆盖你头发的纤维 给你的头发提供长达8小时的持续的滋养 那与此同时呢 还会逆转你头发的营养流失 它的包装其实一开始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配色 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民族风情 拿到手里之后 我才发现它是那种非常有分量的玻璃瓶的包装 这种包装就一下子会让它整个的这种使用感受提升好几个档次 但是最提升你使用感受的还不是它的这个包装 是它的味道 你们先看一下它的质地 然后推开之后啊 质地也是有一点点那种浓稠版的红腰子的感觉 除了它的质地很水润之外啊 它的这个味道是那种非常高级的护发品的味道 你的整个使用过程由于它的这个香味就非常非常的享受 所以你就总是忍不住把它拿起来 然后在头发上涂一涂 它的这个香味也是导致我不停的在用它 然后用的非常快的一个原因 而且确实可以做到很多产品都做不到的 就是你把它涂到头发上之后 不管你涂多少 它过了不到可能一分钟左右的时候 就全部吸收掉了 而且你的头发就会变得就是干滑干滑的 就是头发是干的 不像是涂过东西的感觉 但是你的头发就会变得非常的顺滑 我非常不喜欢就是那种头发吹干了之后 你再往头发上涂的那些护发品 因为不管它有做的多好 不管它吸收性多好 它多少都会让你的头发变得油一些 但是这一瓶它真的一点都不油 它作为一个夜间精华呢 你就完全不需要去担心 它会蹭到你的枕头上 虽然它是一个夜间精华 但是我从来都是早晚都会用的 而且每一次用的话呢 我是左边右边各用四下 就是真的用量很大 你们也感觉到了吧 涂抹抹护发类的产品的时候 你们不要就是把它涂在手心 然后光抹在你头发的表面就行 你要把这个产品 就是搓到你的手指头缝里 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去保你每个手指的缝里 都有那个产品 然后把你的手指呢 插到头发的缝里 然后这样滤你的头发 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能去保你的每一缕头发 都能够充分的吸收 那个护发产品的营养 我前面不是说我涂它的时候 就一边的头发 至少就会用四下吗 就那四下涂完之后 你的头发都会有一点 一缕一缕的感觉 就算是变成那个样子 不到两分钟左右 你的头发就完全把那些 东西全部都吸收掉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 它吸收的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就你会老有一种 没有涂够的感觉 然后你就会老忍不住去涂 然后呢 每次涂完之后呢 它就迅速的吸收了 也就导致了 它的那个明显的缺点 就是用起来非常非常的快 如果你不是特别确定 就是你要不要去买它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下 因为过了时间 不是SWAR要打八折吗 你八折的时候买 然后我们来说两个面膜 这个是一个益生菌的平衡面膜 这个是一个subscriber推荐给我的 然后呢 他说这个面膜的美白效果特别的好 我连着用了一段时间 它是这样子 就是你刚用完 刚把它从脸上卸下来的时候 你的脸就是又白又亮又透又干净 但是这个效果呢 它并不会持续很久 因为这个面膜其实本身并没有 就是说美白的效果 但是我为什么要推荐它 就是你长期用它之后 你的脸确实是会变得非常的透亮 这个面膜的一个主要的成分就是益生菌 就其实我们的脸上有很多的那种微生物 但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变化 然后我们生活习惯的不同 还有你生活环境的不同 甚至你的性别和你的基因 都会导致你脸上的那个微生物菌群的紊乱 当你脸上的微生物菌群出现紊乱之后 你的脸上就特别容易出现干燥啊 然后暗沉 还有什么色斑之类的情况 然后如果特别严重的话 就会导致皮肤炎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 补充益生菌就是一个特别好的 维持你脸上生态系统平衡的一种方法 所以如果说你们平常没事的话 也可以多喝点酸奶 我记得小时候 在我们还不被允许可以敷面膜的年龄 好像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 就我身边有一些同学 就会把那个酸奶的酸奶盖 酸奶盖上的那些酸奶拿来涂脸 除了益生菌之外 另外两个主要成分 一个是海藻酸 一个是蓬润土 海藻酸的话呢 就是帮助你抗皱和紧致皮肤 说到蓬润土啊 它可能就是导致这个面膜 一用完之后 立刻马上你的脸变得很清透的一个原因 这个成分呢 它是有很强的深层清洁的功效 以及排毒的功效 我不记得我之前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就其实我们本身啊 都会比你现在自己看起来要再白一些 但是呢 由于比如说脚趾上的缺水啊 或者是周围环境的污染啊 以及你那天有没有睡好觉 这些各个因素都会导致你的皮肤看起来 比本身你自己的皮肤要黑一些 当你脸上的油污污渍 还有你脸上的那些毒素都被排掉之后 你的脸就真的是会瞬间白很多 那个并不是说你变白了 而是说你恢复到了最开始 你本身皮肤最白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面膜 如果你要用的话 早上用也特别的好 虽然说它的那个透白的程度 不会保持很久 但如果说你有那种很短的约会啊 或者是一个很短的聚会 我觉得至少撑完一上午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另外一个 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颜值 它的颜色是那种 它的颜色呢是Tiffany蓝 但是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你用它的时候 不是直接涂到脸上就可以了 它本身是蓝色 但是你把它涂开之后 你要给它按摩 按摩过一会儿之后 它就会变成粉色 你把它按摩成粉色之后 它里面的益生菌才是真的被激活了 然后这个面膜用起来也特别的快 就是它不需要敷太久 五分钟就够 像这种泥状的面膜啊 很多面膜就是说 你把它涂到脸上之后 等你把它卸下来的时候 就是它真的就是已经干在你的脸上 然后整个脸就是紧绷紧绷的 但这个不会 就这个面膜你敷它 整个过程它都不会干 都是那种很滋润很湿的状态 所以总结一下呢 它的话如果你短期用 刚用完会有很明显的提亮和美白的效果 但是呢这个效果持续不了太久 也就是半天这个样子 长期用它的话呢 可以维持你脸上生态系统的平衡 然后帮助你排出毒素 让你的脸就是看起来越来越清透 前段时间我和Jacky我们两个人 不是去坐了邮轮吗 然后为了在邮轮上拍出好看的照片 有一天我就是专门我们两个去拍照 然后我的脸冲着太阳 就真的是整整晒了一个小时 然后虽然我当时有涂很厚很厚的防晒 但是就真的是到了晚上 我的整张脸就又疼 然后又开始烂 然后就开始干皮 然后就导致我的脸 在接下来的那几天 就什么东西都不敢随便涂 拿水洗脸 我的脸都特别特别的疼 然后整张脸摸起来 就是特别像是一张纱纸 就整个这张脸上都是糙糙的感觉 当时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就给我推荐了这个 First Eye Beauty的面膜 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个面膜的修复效果特别的好 然后我还没有下船的时候 我就赶紧在网上把它定了 就确保我一回到家 就立刻可以开始用它 建议一周不要超过三次 但是我印象中啊 因为我当时的脸实在是太糟糕了 然后我觉得它的效果又不错 所以我连续用了两三天 然后一共用了四次这个样子 用完之后整个脸就恢复如初 这个面膜的功效非常非常的多 它这里面呢有一种藻类 这个藻类的名字我放在这个地方 你光看它名字你就知道啊 它是一种紧膚的精华 就是帮助你提拉和紧致 那这种藻类呢 配合着它里面的维生素C 就可以促进你脸上的胶原蛋白再生 然后呢缩小的毛孔 深度滋养你的皮肤 然后让你的皮肤呢 重新焕发出那种光泽度 我是怎么样特别确定 它里面是有藻类的 它的这个质地 我不知道你们通过镜头能不能看清 不管我怎么样把它挖出来 它最后都会恢复成那种 就是很平滑的表面的感觉 它特别像是结了块的果冻 就你们看 能看出来吗 就它里面就可以拉出来这么长 然后有时候上面还会结一层皮 感觉这样的质地 就是只有海洋的藻类生物 才会有的质地 它刚涂到脸上之后 会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 就不是很严重 它不是那种由于刺激而导致的那种刺痛感 你们不知道就是有时候你脸上特别缺水的时候 然后你附了补水的面膜 也会有那种刺痛感 然后过一会就没有了 就你们想当时我在那个船上已经被晒的 就是整个脸就跟砂纸一样的感觉了 然后我涂它只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刺痛感 所以平常的话 只要你们不会像我那样 就把自己搞成那个鬼样子 你们应该用它的时候 不会觉得特别的有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那种微微的刺痛感呢 就消失的也很快 就大概可能敷上去过了 没有一两分钟它就已经没有了 这个面膜是敷大概十分钟就够了 然后十分钟之后你把它卸下来 就你的脸上会有那种清清透透的 然后冰冰凉凉的感觉 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不是说你摸你的脸 然后你觉得你的脸是凉的那种感觉 而是你的皮肤从里面往外散发出来的 那种由内而外的冰冰凉凉的感觉 尤其是对于我当时来说 就是晒伤之后 我的那种舒缓镇定的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强烈 印象当中我好像已经是 今年夏天第二次晒伤了 所以就真的是 我的皮肤今年接受了很大的挑战 不过因祸得福吧 就是每一次我晒伤之后 都能发现一些特别好的急救性的产品 再一个呢就是很多滋养的面膜 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就是他们用滋养修复类的面膜 特别容易闷痘 然后呢他们用这个面膜 基本上都没有说会有闷痘的情况出现 Sophara其实最近上了很多新的品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然后其中一个比较让我惊喜的 就是Yins Free这个品牌 因为它本身不属于欧美品牌 然后又是属于那种特别平价的日韩系的品牌 那我买的这三个呢 它其实是一个套盒里来的 也是为什么我会推荐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特别喜欢的一种套盒呢 就是当这个品牌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的时候 就我们还对这个品牌不了解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出这种中央的 然后这个品牌家里的明星产品的套盒 相对来说这种中央的套盒呢 都会比这个牌子里面其他的单品要便宜一些 然后里面又都是他们家的那种明星主打产品 就特别适合我们去发现一些新的品牌 如果说这个牌子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在你脸上都没有用 那就说明这个牌子真的和你八字不合 你就不要再去花钱试他们家的东西了 所以像这种套盒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点就是性价比很高 然后呢能让我们去花很少的钱去试很多的产品 那インスプリ的这个套盒里面 这三样都是他们家的主打产品 然后它整个套盒才18美金 特别便宜 这三样产品呢主要针对的问题就是 干燥 毛孔 粗大 细纹不均 还有失去弹性 我们先来说这个绿茶精华 那这个精华我是把它当做前导精华来用的 就我们都知道绿茶本身 它就是有很强的抗氧化 然后保湿 排毒 镇定 消炎等很多很多的功效 インスプリ的绿茶精华里面呢 它的这个绿茶的提取物呢 是他们专门为肌肤护肤研发出来的一种茶种 那这种绿茶呢是人不能喝的 然后它是专门用来护肤的 那它里面的氨基酸含量呢 比普通的绿茶要高出1.5倍 然后呢氨基酸的种类呢是高达16种 它的质地就是极其轻薄水润 虽然流动性不是很好 但是它推开之后就是水的感觉 味道的话呢是那种韩式护肤品的 绿茶的香味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就是它的味道你一闻 你就知道一定是日韩系列的产品 就是很小清新 它虽然是一个补水的精华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作为一个干品 我觉得就算是现在这个季节 用它补水的力度也不是很够 就是作为精华来说 它应该是我用过的最水润 最轻薄的精华之一 就是它作为精华来说 它补水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它的油分不够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把它当作 前倒精华来用 我之前应该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你的皮肤一定要最水润 然后最保湿的情况下 再去涂后续的护肤品的话呢 它的吸收才是最好的 它对我来说就能达到一个 在我上后续护肤品之前 它能够做到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的 保湿和补水的效果 这一瓶精华的正装是80毫升 然后它才27美金 我觉得哇真的好便宜 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干皮 然后呢你想要去找那种 比较平价的前倒精华 或者是那种比较平价的基底液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它 然后对于油皮来说 你就把它当作精华来用就好了 因为我发现就是它的评价高 绝大多数都是油皮 它非常符合油皮的补水的诉求 泡盒里面的另外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个兰花的面霜 那顾敏斯林呢 它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兰花的精华 那兰花在这里面的主要功效呢 就是抗氧化抗初老 它的质地也是很水润很清透 一下就能推开 然后吸收的也比较快 用完它之后 你的皮肤基本上是不太会有什么负担的 这个面霜的正装呢 也是50毫升才29美金 就真的是各种东西的平价替代 目前我用下来的话 我觉得它的感觉就是很基础 然后比较滋润比较补水 但是它现在用起来呢就刚刚好 但是我觉得如果冬天再冷一些 然后再干一些的话 可能它里面的那个补水滋润的程度 就不是很够了 然后至于抗不抗初老 这个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的 这两个产品 它的味道都特别的小清新 就是尤其这个兰花面霜 就非常像 它里面的那种兰花香 就特别像我小时候 在院子里玩的时候 然后就是那种院子里的花圃 还是花园 然后里面会时不时飘出来的那种花香 虽然这两个东西的味道 我其实挺喜欢的 但是这也导致了 它们一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就是它们两个里面 我觉得肯定是有香精的 所以如果比较介意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慎重 这个套盒里面最后一样东西呢 就是它的火山盐的面膜 就是它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呢 就是火山盐 火山盐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帮助你去除脸上多余的油脂 然后呢 也可以帮你清洁毛孔和脸上的污渍 再一个呢 就是它这个面膜里面 其实是有那种小颗粒的 也就是因为它有很细小的小颗粒 所以呢它可以帮你达到 很温和的去角质的效果 这个面膜的味道呢 就相对来说自然多了 就是闻起来 就感觉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就特别自然的泥的味道 刚刚前面我不是有讲这个 益生菌面膜吗 然后呢 这个的话呢 相对来说就是你用完它之后 脸会更亮更白 然后这个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你的毛孔更干净 然后它也有一定的去角质的效果 就这就是它们两个的差别 它的话呢 我使用下来感觉就是 去油去角质的效果非常的好 你用完它之后呢 脸上确实会清爽干净一些 然后它又不是说会那种 很过度的清洁的感觉 它会把你脸上的多余的油分都带走 然后呢 又不会说让你的脸觉得 就是很干巴巴的 所以我觉得它算是我近期用过的 蛮温和的一种去角质 然后清洁的一个面膜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都生活在哪个城市 但其实纽约这段时间的温差 然后不管是早晚温差 还是今天和明天这样子的温差 都挺大的 所以这段时间呢 不仅要注意皮肤上的改变 也要多注意一下 就是周围温差的改变 每天出门之前呢 一定要看一下天气预报 然后多带一件厚衣服 就以防万一 就这段时间如果换季生病的话 其实也挺糟心的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加留言 我是Kid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